哈喽,各位小朋友好哦 欢迎来到小鸟阅读一起来听故事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则一所欲言的故事 小朋友,你喜不喜欢炸蒙蝗虫呢?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这一两天 在草皮丫公园上看见很多炸蒙 哇,他们跳跃的好高哦 我都觉得他们很厉害,是个跳跃高手呢 那么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弹跳的呢? 是利用身体的哪个部位? 还有,你有看过炸蒙,抓过炸蒙吗? 如果小朋友会的话,也欢迎写信啊或是画图 教你看到的炸蒙写信来给小鸟姐姐分享你所看到的炸蒙哦 有机会,我也会来找时间做一集关于炸蒙 蟋蟀蝗虫啊,蛤狼等等的认识吧 好了,那我话不多说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则 蚂蚁和炸蒙的故事 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 蚂蚁和炸蒙的故事吧 走,我们开始咯 在炎热的夏日里 蚂蚁们汗流夹背分工合作 勤劳地搬运食物 嘿咻,嘿咻,努力工作 嘿咻,嘿咻 这时,炸蒙却舒服地坐在树下乘凉 边弹琴边唱歌 树上结满丰盛的故事 哇,哈哈,我最爱这个夏季了 有一天 蟋蟀对着再满食物的蚂蚁们说 你们真傻 每天就只知道工作工作 日以继夜 这里啊,到处都有食物呢 蚂蚁们回答他 我们要趁夏天时候 多多努力工作 这样才不用担心 冬天没有食物可以吃 另外一只蚂蚁说 你不要一直玩乐嘛 赶快也下来 准备食物过冬吧 蚂蚁们提醒着炸蒙呢 而炸蒙笑着对蚂蚁们说 哇,吼吼,我坐在这儿就好了 你们慢慢忙吧 夏天时间很长呢 离冬天还很遥远呢 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 白昼渐渐变短 转眼间树叶转红掉落了 冬天终于来了 寒风呼呼呼地吹着 天空下着绵绵的雪花 炸蒙冷的浑身发抖 到处走 到处寻找食物 但谁知道 遍地富满的白雪 哪里找得到食物呢 炸蒙踩着冰冷的雪地 找蚂蚁们求助 哇咡吼好冷喔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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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体都在颤抖 我是炸蒙 蚂蚂蚁们啊 可不可以给我一点食物吗 一粒小小的种子也可以啦 蚂蚁们回答这么 奇怪啦 我们夏天时候努力工作 是为了寒冷的冬天做准备 而你却无所事事 整天唱歌玩乐 我记得我还有提醒过你呢 现在你终于知道谁是傻瓜了吧 扎猛听了 懊悔地流下了眼泪 小朋友们这些故事好听吗 这里小鸟姐姐问你们两个问题哦 问题一 扎猛在唱歌的时候 蚂蚁们在做什么事呢 一 蚂蚁们在一起运动 二 蚂蚁们一起唱歌聊天 三 搬运食物准备过冬 再问一次哦 扎猛在唱歌的时候 蚂蚁们在做什么事情呢 待会会有三个问题 记得要选出一个最正确的数字哦 一 一 蚂蚁们在一起运动 二 蚂蚁们一起唱歌聊天 三 搬运食物准备过冬 对 答对了 答案是三 蚂蚁们呢 辛苦的搬运食物准备度过寒冷的冬天哦 问题二 为什么蚂蚁冬天不要出来找食物呢 一样有三个问题 小朋友从里面选出最正确的答案 有 一 二 三 第一个是 蚂蚁开始懒惰了 二 蚂蚁早在过冬前储存好粮食了 三 因为蚂蚁喜欢在冬天的洞穴里面唱歌玩乐 再一次哦 问题二 为什么蚂蚁冬天不出来找食物呢 一 蚂蚁开始懒惰了 二 蚂蚁早在过冬前储存好粮食 三 因为蚂蚁喜欢在冬天的洞穴里面唱歌玩乐 答案是 二 蚂蚁早在过冬天就储存好粮食 以上的问题小朋友们都会了吗 看完这一则故事小朋友你有想过如果有那么一天你可以选择当蚂蚁或是当一只蚱蚂的时候你会想要选择哪一种昆虫呢 为什么呢 你可以跟爸爸妈妈哥哥或姐姐一起讨讨论哦 想一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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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